那么既然两家人关系如此之好 潘小军为何还会持刀伤害二姐张岳英呢 他深夜攀爬进张岳英家里 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据犯罪嫌疑人潘小军交代 他之所以会这么做 完全是出于报复 潘小军说 自己一直以来都是帮衬着二姐张岳英家 还带着二姐夫杨健跟着自己学做水电 工作上面是原先本身一起去合伙报的 后面老板另外有事 他说要分开做 应该叫我去安徽那边做 安徽那边做的话 单价太低赚不到钱 后面做了半个月左右 我就没做回去了 潘小军性格相对内向 而二姐夫杨健则相对活络 因此这几年 杨健接到的工程也较多 收入也稳步上升 而潘小军后来则没有再做水电 而是回到老家和妻子开了一家小卖铺 可是由于经营不善 生意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我们老公老婆在乡下开店 七早贪黑的钱没赚到 还被地方让人嘲笑 说以前我姐夫跟我做的 现在比我做的还好 说我在家里帮我老婆开店 大家都说是我老婆开的店 我在家里做这些做那些 都是没有赚到钱 几年下来 潘小军夫妻已欠下 二十多万元的外债 而杨健 张岳英夫妻 还在县城购买了商品房 两家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清门接放邻里的利润之后 潘小军心里十分不舒服 可能出于嫉妒的心理 感觉他赚到钱没有带下我 那嫉妒的心理 产生那个就想要报复一下 所以说他这个心理非常不平衡 非常嫉妒 就感觉就想去到他家里 去偷点东西 一方面他是独裁 二方面他是发泄一下 自己的心中的不满 在嫉妒心理的作祟之下 潘小军便开始了他的报复计划 他先是在网上购买好了一套 蜘蛛侠的套装 之后便一直在等待二姐夫杨健 外出的时机 原先在网上买一套蜘蛛侠套装 就是怕到时候去报复的时候 怕我二姐认得 嫉妒人如果就是 我戴这些连体衣的话 他就是不用说话 那可能被害人 看到他这个嫉妒人的眼睛 看到他一个眼神对视一下 或者说这个咳嗽一下 或者说嫉妒人的随便的一个动作 可能这个受害人都会愣出他 10月12号那一天 二姐夫杨健终于外出务工了 10月13号凌晨 酒后多时的潘小军 穿上蜘蛛侠的连体衣 戴上作案工具 从阳台攀爬入室 准备实施他的偷盗计划 没想到在现场待了不到10分钟 就将二姐张月英给惊醒了 在两个人抢夺的过程中 我划破了我二姐的手 还有我自己的手 落网之后 潘小军后悔不已 我非常后悔 因为自己的内心不够强大 不敢把事情用言语来表出来 放在内心 死的事情 恶大化 我非常后悔 走上犯罪的道路 而知道真相之后的张月英一家人 也非常难过 张月英还向警方出具了谅解书 希望法律能对潘小军从轻处理 目前犯罪嫌疑人潘小军 因涉嫌抢劫罪被刑事拘留 很多时候一个人走向犯罪 或许只是一念之间 性格内向的潘小军 由于没有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 而是将过错强加给别人 一念之差 让他从至亲家人 变成了持刀凶犯